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菲律宾将今天定为全国哀悼日 将半起向遇难香港游客致哀 被困请下19天的智力矿工 获取第一批救援物资 地面与井下受困矿工成功通话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 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 一下来看详细内容 好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 昨天晚上的9点36分左右 河南航空公司的一架 由哈尔滨飞往一春 航班号为VD8387的飞机 在接近一春机场跑道的时候 失事坠毁 机上共有96人 其中包括91名乘客和5名机组人员 乘客当中有5名儿童 目前已经确认有42人遇难 54人获救 据目击者称 这架飞机在临都机场上空 提前降落时发生断裂 着陆时随即发生燃烧和小型爆炸 飞机发生断裂时 有部分人员被甩出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临都机场 那么现在的时间呢 是8月24号晚上的11点30分 现在呢 消防 公安 医疗等救助车辆 已经陆续到达现场 工作人员已经对 试试客机展开紧急援救 一春市共出动救护车20部 消防车20部 解放军 公安 消防 武警部队 1000多人在现场维持秩序 展开地毯式搜救 其中一次就在草地上搜救出 8名幸存者 据了解 试试飞机是一架 E190喷气支线客机 由世界知名商用飞机制造商 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生产 飞机于24号晚上8点51分 从哈尔滨机场起飞 21点36分在接近一春机场 跑道时失事 失事飞机所属的河南航空 原名昆鹏航空 2009年更名河南航空 是深圳航空的一家子公司 事发后 河南航空公司的合营股东 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 成立了相应的工作组 全力帮助河南航空 处理相关善后事宜 截至记者发稿时 机上96人有54人获救 并全部转移至当地医院 伤者多为骨折和外伤 此时二名遇难者的遗体 也已全部找到 本台消息 8月24号晚上 河南航空有限公司 原昆鹏航空公司 一架客机 在黑龙江省伊春市降落时 发生事故 事故发生之后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 立即率交通运输部 公安部 卫生部 安监总局等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 连夜赶赴事故现场 指导抢救 善后处理 和事故的调查工作 另外根据我们的了解 54名伤者被救出来之后 已经全部收治在当地医院 伤者以骨折和外伤为主 当地各相关部门 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 全力以赴救治上院 我们立即组成了 抢救组 灭火组 医疗组 还有这些后勤保障组 整个施救都是井然有序的 我们在四大医院 组织了当时组织了100个床位 一百个床位 组织了这些医生专家 还有省里支持我们的医疗专家 还有这个加姆斯医院 还有当地医院的这些专家 全力以赴地进行抢救 这里是市第一医院 在事故中受伤的人员 大部分都在这里接受治疗 事故发生后 我是各大医院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 全力做好救治上院的准备 一春市第一医院 林业中心医院 一春市中医院和市康复医院 接到通知后 在第一时间成立了医疗救治小组 开通绿色通道 全体医护人员立即上岗 组织安排急救药品 床位 手术室等相关工作 加姆斯 赫港等地派出的医疗小组 也连夜赶到一春市 支援医疗救治工作 在一春工作的黑龙江省博士后 科技型医疗服务团的 9名医学博士 也立即投入到救治当中 截至25号凌晨1点45分 54名伤员已全部被送往医院 接受救治 其中重伤员3名 飞机失事之后 幸存的伤员分别在 一春林业中心医院 市第一医院接受救治 两名轻伤患者向记者 讲述了飞机失事时的情况 那时候飞机大约9点起飞吧 然后9点45差不多到 当时通知就是飞机快到了 然后呢忽然就是感觉就是正在降落 然后颠簸 颠簸很厉害 然后有这么五六下四五下非常强烈的 然后呢上班的行李箱也砸下来了 停下来之后呢 后面人不理智就开始往前冲 当时我坐在第五排 开始我们就喊 喊他们就是说 这个当中11排的地方左右门 这时候他们就开始开始 还是这样记得很厉害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把自己的 那个不是 不敢动 就把自己的那个安全带解开了 然后开始就往后什么都打开 但是后面打开 这时候呢烟就上来了 我开始我们也都很冷静 后来烟上来之后 一闻那个烟两三分钟 甚至一分钟都让你不能呼吸那种 我知道要出坏事 然后呢就开始 正好后边的人开始往后去 然后我们就往前来 往前 这时候正好前面呢 就是第一排的右下角 摔破了一个洞 然后呢我们几个人呢 就开始往来冲 出来之后呢 发现李机场大约有 五百到一千米吧 起火了 因为在我们停的时候 就应该起火了 火越来越大 好在那个 它是不是好像又快燃尽了 所以说 我们家里边等 跑了地 它有 将近有一百多米吧 在那等救护车 然后呢它火越大 然后有爆炸的声音 当时是什么情况 当时降落感觉是后来一着地以后 震了一下 然后就发现这个 就是有几个撞击的力量 然后就是里面就全散了 就里面的东西往下掉 掉了之后一停住以后 我就往前 往前跑 但是我感觉到 看到外面就已经火 就有火光 走火了 但是呢 我就 我就先跑到前面 但一打不开 用手机砸布里也砸不开 又往回走 回往回走也不行 往中间乱走也不行 因为我坐在第十排嘛 然后后来就 他们说前面有个小利口 我们就几个就 往小利口跑出来 以下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 湿式客机的相关背景 湿式的飞机是一架E190喷气支线客机 由世界知名的商用飞机制造商 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生产 这种客机呢 全长是36.24米 一展28.72米 客舱采用全经济舱的布局 可以设置98到114个座位 最大的巡航速度 890公里每小时 在客的时候 98人最大航程可以达到4260公里 那现在呢 我们再来简单的了解一下 一春临都机场的简况 一春临都机场呢 是黑龙江省一春市的机场 2008年7月份开工建设 2009年8月27号正式通航 机场跑道长2300米 宽45米 飞行区的技术等级是4C级 航站楼的面积2800平方米 可以满足旅客吞吐量14.2万人次的需求 从2010年的8月10号起 河南航空正式开通了 哈尔滨至一春的往返航线航班 每周246各一班 由E190机型执行 航班号是VD8387和VD8388 那本台记者王岳军呢 现在已经赶赴了失事飞机的现场 进行采访 稍后我们会来连线王岳军 了解最新的情况 继续来关注新闻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24号联署致信给香港特别行政区 行政长官曾应权 向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市发生的 劫持事件当中的遇难的香港同胞 表示沉痛哀悼 并向遇难同胞亲属和受伤同胞 表示深切慰问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24号 也致信香港特别行政区 行政长官曾应权 向遇难同胞亲属和受伤同胞 表示慰问 那截至到目前呢 已经有两名获救的中国香港游客 于24号夜间乘飞机返回香港 而根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消息 在这次劫机事件当中 遇难了香港游客的遗体 部分伤员以及家属 将于25号也就是今天 搭乘香港特区政府的包机返回香港 根据原计划 遇难者遗体部分伤员以及家属 本来应该在当地时间24号晚上7点半 搭乘香港特区政府的包机返回香港 但是由于8具遇难者的遗体 需要在菲律宾履行死亡证明等程序 因此这一计划被迫推迟 根据中国与菲律宾双方随后的磋商 双方商定安排遗体 部分伤员以及家属 在25号搭乘香港特区政府的包机返港 启程前还将会在马尼拉国际机场 举行简单严肃的仪式 我们要求菲方能够尽快协助我们 我们把这个遇难者的遗体 尽快完成有关的手续 完成有关的程序 那么使他们尽快地能够运回到香港 回到自己的家 另据了解 目前在这次劫持事件中 幸存下来的7名伤员 正在马尼拉的两家医院接受治疗 其中三人伤势较为严重 特别是其中一人 由于颅骨受到枪击 目前正在重症监护病房接受治疗 但是并没有生命危险 而其他伤员尽管也有骨折的情况 但是比较稳定 他们的身体状况也在逐渐地恢复当中 此外医院方面还特意派了心理医生 为各个伤员进行心理辅导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24号宣布 非政府把今天定为菲律宾全国哀悼日 悼念在23号游客劫持事件当中 遇难的8名中国香港游客 菲律宾国内所有的公立部门 以及海外使领馆在今天降半起 向在劫持事件当中遇难的香港游客致哀 菲律宾前警察劫持人质事件 最终以惨剧收场 菲律宾特警在入业之后 强攻试图营救人质 但是多次尝试军委成功 最终虽然击毙了劫匪 但是伤亡惨重 面对外界的种种质疑 菲律宾警方24号承认 在策略的运用等方面存在着缺陷 并且成立了独立调查小组调查这一事件 据菲律宾NBN电视台24号下午报道 菲律宾警察总署成立了独立的事实调查小组 他们将会对这次劫持事件中存在的 一系列问题展开调查 其中调查重点包括 参与这次解救人质行动的菲律宾警察 此前是否接受过充分的相关训练 警方在整个事件中的准备是否充分 最终的解救方案是否存在披露 以及警方和劫匪的交流方式是否妥当等等 而菲律宾内政部和司法部也已经表示 将会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 对整起事件进行中立公正的调查 不过由于目前所有的调查都刚刚起步 再加上很多上后工作还没有结束 预计初步的调查结果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出炉 另外菲律宾警方的犯罪实验室 将对遇难者的枪伤进行调查和分析 据悉绑匪门多萨的尸体已经先期被送往了实验室 目前正在等待分析结果 马尼拉警察局长圣地亚哥在24号承认 尽管解救行动采取了正确的程序 但是整个危机应对过程中存在缺陷 根据菲律宾马尼拉公报24号的消息说 菲律宾警方在调查人质劫持事件的时候发现 菲律宾籍的大巴斯基存在着诸多疑点 警方怀疑他是劫匪门多萨的帮凶 马尼拉市长阿尔菲雷多利姆24号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转述了警方的怀疑 他说警方正在全力调查38岁的大巴斯基 阿贝托卢邦 警方事后发现整个过程当中 阿贝托的表现非常的怪异 显得很轻松 阿贝托事后说他用指甲剪撬开了手铐 这个说法极其的荒谬 与此同时呢警方怀疑门多萨的弟弟也可能是帮凶 他在将一封信递交给哥哥门多萨的时候 竟然说了一句别投降 在这惊心动魄的11个小时当中 一些平凡的人们仍然是可以冷静的对待 带给我们一些不平凡的感动 写就了感人的瞬间 23号白天 在劫持人质大约两小时之后 劫匪门多萨同意释放部分人质 当门多萨在同意释放曾女士和他的两个孩子的时候 曾女士看到旁边一名同团的不相识的小男孩 曾女士集中生智向门多萨示意 这名小男孩也是他的亲属 要求带他一起下车 在得到门多萨的准许之后 面色沉稳的曾女士带着三个孩子下了车 就这样成功地从险境中多救出一个年幼的生命 在电视直播的镜头前 揽着三个孩子的曾女士 急不离开 没有回头 但这也成为这位英雄妈妈和自己丈夫的永别 没能离开的曾女士的丈夫和男孩的父母 最后都不幸遇难 有网民称赞曾女士 抱着多救一个是一个的信念 身陷险境 依然冒着生命危险 顾念他人 是香港人舍己为人精神的写照 在这次人质劫持事件中 还有一位英雄 就是年仅31岁的谢霆骏 此次康泰旅行团的领队 谢霆骏在1999年加入康泰 拥有十多年资深带团经验 身材高大的谢霆骏生前为人开朗 不少团友在参加他带队的旅游团之后 都主动找他拍照留念 在劫持事件发生之后 谢霆骏假扮团友坐在人群之中 冒死悄悄致点回港 向旅行社报告 尽管通话时间不到两分钟 但是谢霆骏的报告 让香港方面及时了解到了 旅行团被劫持的情况 对营救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遗憾的是 谢霆骏后来被劫匪门多萨 靠在了车前门 成为人盾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谢霆骏依旧非常冷静 只可惜他最后未能幸免于难 死在了门多萨的枪下 谢霆骏的朋友表示 谢霆骏原计划在工作上一段时间 就去当一名瑜伽老师 在谢霆骏的网络留言簿上 很多认识和不认识他的人 都纷纷留言 我知道你已经尽力去保护你的团圆了 你很勇敢 安息吧 我们会永远想念你 人质劫持事件给菲律宾的旅游业蒙上阴影 菲律宾旅游部长阿尔维托林24号说 这一次的劫持事件可能会大大减少 菲律宾海外游客的数量 而不少的菲律宾民众也对人质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 表示忧虑 数据显示 仅2010年前五个月 就有超过12万名中国游客来菲律宾旅游 人数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四分之一 虽然菲律宾旅游部门指出 这起人质劫持事件只是单一事件 并不能够说明菲律宾的社会秩序不稳 但是菲律宾旅游部长阿尔维托林还是担心 劫持事件将大大减少菲律宾海外游客的数量 阿尔维托当天还说 这是菲律宾国家悲哀的一天 这是菲律宾在全世界面前最黑暗的一天 菲律宾的形象全毁 真的十分对不起香港人民 在马尼拉 当地不少民众也纷纷表示 劫持事件令菲律宾蒙羞 旅游业的发展势必也会受到影响 那有关事件的最新情况 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驻香港站的记者长江 你好长江 你好 我们想了解一下 这个特区政府的包机 大概在什么时候能够到达香港 在这个飞机到达香港之后 特区政府都会采取什么样的安排呢 长江 这个包机的事情 大家是非常关注的 因为这个包机是昨天原计划 五点钟从马尼拉起飞返港的 但是大家知道 就是目前的这个七个伤员当中 四个是轻伤三个重伤 三个重伤当中 其中有一个脑伤一个下额伤 他们的伤情还需要今天上午的医生再做评估 因此昨天是不适于飞行的 那么昨天的计划就取消了 这个新的计划包机是应该在今天晚上返回香港 那么同时还很有可能 这个八具的运练者的遗体也会返回 可以说香港政府是做好了一切的接待的准备了 那么同时我们也关注 就是原来在这个被截止团当中 有一对提前被释放的老夫妇 昨天他们是已经按照计划 做正常的航班返回了 再有就是说 香港本身在事发的这个阶段 在菲律宾是有五个旅行团 那么昨天按照计划 有三个团也已经返回了香港了 林峰 长江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劫持事件过去已经有两天的时间了 目前香港政府还有什么样的措施 同时呢这个市民的情绪怎么样 长江 就是说这一段时间呢 可以说这件事情 尤其是大家想不到的这样一个悲惨的结果 可以说深深震惊了700万香港市民的心 那么香港政府呢 他的这些个这个行动的都依然在持续 比如说昨天呢是哀悼日 但是今天和明天两天呢 昨天晚上的政府发言人呢 又宣布说呢 还是要有两天时间 在政府办公的区域之内呢 仍然要持续降半期以致哀悼 那么同时呢 香港政府呢 也开通了Facebook的一个专业 就是共18区的香港市民呢 去到上面评调 同时呢 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呢 也都可以在网上去发表 那么至于说到市民的情绪 昨天呢 我们有两组记者呢 都走上了香港的街头 进行采访 可以说分两段 在这个事情 人质被解救之前 人们都是希望人质平安 但是到昨天呢 市民的情绪呢 还是非常的激动 同时要求呢 要彻查真相 可以说对非方呢 这个解救行动呢 是感到比较失望的 当然了 特区政府呢 也呼吁市民 应该保持一个冷静的态度 香港的情况就是这样 迎风 好的 非常感谢长江 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谢谢 苏玛里疫情变遭至少是爆炸袭击 至少32人死亡 其中包括6名苏玛里过度议会的议员 美国一名19岁的年轻司机 驾驶汽车撞上一高速公路护栏 导致该路段被迫关闭6个小时 连日干旱天气 使巴西圣保罗以西的阿拉萨图巴地区 形成罕见的火焰龙卷风 当地政府出动直升机进行灭火 稍后请继续收看中国新闻 融通江海 能达天下 中国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 湖北相反 欢迎您 10月21日至10月25日 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 中国常州 常乐之州 败水都江燕 问道青城山 河南广金业品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中国新闻 我们继续来关注河南航空客机失事的相关情况 那现在呢 本台记者王岳军已经赶到了失事飞机的现场进行采访 马上来联系他 你好王岳军 主持人你好 我们从大屏幕上看到你现在应该是在这个失事飞机残骸的现场 给我们了解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看到的一些情况 因为从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呢 我下面脚下这个地方呢 并不是那种水泥的跑道 所以呢可以判断出呢 说这个飞机本身呢就没有降落到机场里边 呃 我们目测的从这个地方呢到这个停机坪呢 大约有500米这样的一个距离 这是在这个机场外边 呃 大家现在看到呢就是这个发生坠毁的这个飞机的这个残骸 呃 可以说这个残骸呢从整个来看的面目全非了 呃 这个地方呢本来是他的这个驾驶舱 这里面呢本来是有这个驾驶的人员 据了解呢一共是有五个这个机组人员 呃 其中呢有两个生还了 其中包括这个机长 呃 在这次事务当中呢一共是有54人这个获救 呃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这个飞机目前的这个情况啊 呃 呃往这边来看应该说这个飞机呢它长呢应该是367米这样的样子 平时呢是非常威武的那样的一个呃形象 大家看到的燃烧之后呢完全是一种灰激的状态 呃 在驾驶舱这些地方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有这样的这个飞机首色 保留的还是相对比较完整 另外呢里面现在所有的座椅都已经看不到了 我们刚刚了解到一个情况呢这里边呢这个有两个黑匣子 一个呢是在这个机舱的前部是数据记录器 这个已经找到了 还有一个苍蝇记录器是在这个飞机的尾部 这个呢还没有找到也正在这个寻找当中 呃 出现这个事故之后呢导致人员这个伤亡是这样的 呃 初步推断的这个飞机的本身不是在空中燃烧或空中爆炸的 从这个飞机现在整个这个姿态来看 它是落地之后才发生燃烧的 而且呢据讲呢会有轻微的这个爆炸 当时呢给人员的逃生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时间 呃 很多人呢是从这个飞机的裂缝之中逃出来的 而且呢后边呢还有从那个安全的这个出口呢 紧急的安全出口呢逃出来的 呃 人员伤亡变得严重的一个是在这个部位 这是飞机前面的前舱的中部 还有一部分呢是在那个飞机的后面那个部位 在尾部 那个地方呢由于呢 着火之后呢把人员呢是闷在里边了 所以导致的这个呃人员这样的一个伤亡 呃从整体情况来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飞机是呃 燃烧之后呢非常惨烈的样的主持人 嗯好的呃 王宇君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个 这个失事客机的黑匣子有没有找到 还有就是失事客机的这个原因 还有就是在这个飞机失事之后 现在这个受伤人员的一些抢救情况 王宇君 呃从现在来看呢刚才我已经介绍了 这个黑匣子呢前面的这个 这个数据记录器呢已经找到了 嗯 还有一个苍蝇记录器呢现在还没有搜索到 嗯 另外呢现在也对这个呃 呃飞机失事呢有一个初步的这个推断呃现场的人员来讲 那是昨天晚上飞到一村之后呢还要飞回哈尔滨因此呢他本身是带着油的所以呢后来呢呃 呃折断之后呢发生了燃烧 但是呢整个呢应该说整个抢救工作非常及时包括消防森警解放军当时呢有500多人呢迅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对周边呢范围之内的进行大量的这个呃搜救 因为很多人是甩出了这个机舱之外呃被及时的这个进行了一个救援呃现场呢呃有一个人员受伤之后呢刚才我们记者在医院采访的时候呢他自己说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王雨军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那在事故发生之后呢本台记者戴继琳也赶到了河南航空有限公司位于郑州的办公地那详细情况呢我们马上来电话连线戴继琳 你好戴继琳那在事故发生之后这个河南航空有限公司都采取了哪些应急措施和善后工作呢戴继琳 好的主持人我是在昨天晚上12点半左右赶到位于郑州新郑机场附近的河南航空公司的 在公司的办公楼前我看到啊公司的安保力量有所加强 门口不仅有多名保安把手而且还加了锁 严防无关人员进入不过公司内部人员的进出始终是非常频繁的 一些工程人员已经换好了工作服甚至换好了妆准备随时出发 与此同时河南航空公司所隶属的深圳航空公司也通过总部的视频会议系统 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启动应急预案 商讨救援和善后的相关事宜 今天凌晨4点的时候由深航总裁冯刚带着的工作组乘专机抵达新郑机场 在和机场等待的深航郑州分公司 深航河南航空公司的专业技术人员一起 一共100多人一起飞往黑龙江 这个工作组工作人员的主要任务是配合事故调查 帮助做好善后安抚和保险理配等工作 事发后河南省政府方面也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 河南省的副省长张大卫从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早晨6点一直在机场作证 他表示河南省将在人力物力资金等方面具无条件的支援 甚至还连夜紧急备好了血浆药品等急救物资 如果救援有需要将会立即组织调运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消息要告诉大家 为了全新的处理事故保证不发生新的危险 深航决定河南航空的所有航班今天暂停 如果您预定了这个公司河南航空公司的航班的话 那要赶快办理退票或者选择其他方式出行了 至于到什么时候恢复将会另行通知主持人 好 谢谢戴基林的电话报道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24号 东非国家索马里主要反政府武装组织 伊斯兰青年运动的武装人员 在首都摩加迪沙的一家酒店制造了自杀式爆炸袭击 目前呢已经造成至少32人死亡 其中就包括6名索马里过渡议会的议员 24号早上 多名乔装为索马里政府军的反政府武装分子 闯入位于政府控制区内的穆娜酒店 据目击者描述 武装分子向酒店内每个房间进行扫射 很多人不得不从窗户跳出 夺路逃生 当子弹用完的时候 一名武装人员引爆了身上的炸弹 引爆炸弹的武装人员和另外一名枪手当场死亡 爆炸发生之后 索马里政府军立即封锁了酒店的附近区域 并且和反政府武装人员发生了激烈交火 根据了解 目前已经有一名枪手被政府军逮捕 索马里过渡政府总统谢赫谢里夫 谢赫艾哈迈德 在袭击事件发生之后 前往事发地点穆娜酒店视察 并且对袭击事件予以谴责 同一天 雷和国秘书长索马里特别代表奥古斯丁马西加 对遇难者家属表示了慰问 并且希望索马里能够从这次事件的伤痛州尽快回复 重返推进和平的进程中来 就在此前一天 伊斯兰青年运动发表声明说 将对索马里的入侵者发起全面战争 仅在23号和24号两天的时间里 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在首都的交火 就已经造成超过60人丧生 约200人受伤 其中主要为索马里平民 近年来 索马里国内安全形势的急转直下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国内反政府武装频繁制造的袭击事件 恐怖组织伸向国外的触角 和久治不遇的海盗问题 不禁让人们提出疑问 索马里究竟怎么了 自1991年以来 索马里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 安全形势日趋恶化 成立于2004年的过渡政府 并没有有效地改善国内的局面 境内大部分地区一直有反政府武装把持 即使在首都摩加迪沙 政府控制的范围 也仅限于总统府 机场和港口等要地 借助索马里动荡的政治环境 曾经制造7月乌干达爆炸事件的 伊斯兰青年运动等恐怖组织相继壮大 甚至将触角伸向了海外 数据显示 索马里370万居民中 大约已经有150万为了躲避战乱而逃离家园 部分负责处理索马里事务的许多国际组织和外国使馆 也相继撤离索马里 多加住索马里的国际援助机构 甚至也已经暂停了在索马里南部和中部地区的救援工作 就连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前也曾经表态说 向索马里直接派遣维和部队是一项高风险选择 然而索马里过渡政府和非盟维和部队稳定索马里国内局势的努力 却一直没有停止 2007年经联合管理会授权 非洲联盟决定向索马里派遣维和部队 并且在上个月决定将索马里维和人员的数量 从6200人增加到8100人 旨在打掉索马里伊斯兰青年运动等反政府毒瘤 虽然可能依然将会在一段时间内忍受痛和治痛的双重煎熬 但是安全富足的生活对索马里民众来说将不仅仅只是梦想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24号晚间发生了激烈的枪战 至少造成三人死亡多人受伤 交火的双方分别是黎巴嫩真主党成员和伊斯兰慈善项目协会成员 双方在交火当中使用了冲锋枪火箭弹等等 黎巴嫩军队随后迅速赶到交火地区迫使双方停火 要求双方人员撤离街区居民区很快的恢复了正常的状态 冲突双方负责人当天表示将对冲突事件迅速展开调查 当地时间24号晚上 泰国驻柬埔寨大使巴萨威尼采率先乘飞机返回了 柬埔寨首都金边复职 随后呢柬埔寨外交和国际合作部发言人桂光也表示 柬埔寨驻泰国大使约爱将于25号也就是今天返回 泰国首都曼谷届时呢泰杰两国的大使级外交关系将得以完全恢复 不过桂光同时也表示虽然恢复互派大使将会有助于两国各领域关系的进一步改善 但是对于两国谈判解决边界纠纷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现在还不能肯定需要继续的观察 谢谢 谢谢 谢谢